从宝福基金会最近两年受理的案件来看 2012年台东县申请的案件有1879件 其中咨询的案件共有1147件 准许辅助的共有623件 而到了2013年 一到7月底申请案件共有1061件 其中咨询的具有573件 准许辅助的有418件 从2012年的案件来看 主要是以刑事为车祸辅助 另辅助民事案件最多的为离婚案 2013年刑事则是除了车祸为主之外 其他的刑事也有 民事部分则以离婚以及子女监护权 显示民众对以乏力咨询服务 以获得民众的重视 不过一个隐秘的空间 要能够让民风淳朴的偏乡地区民众 能够放心地和律师交谈 必须要花一点时间 尤其过去民众要打官司 总是不知道要找哪一位律师才放心 如今有了法福视讯咨询服务 多少也让族人避免周车劳顿之苦 所以不知道是要找哪一个方向 所以说现在乡里面 护证书所里面已经有成立 这样的一个 不比离宅的地方 你觉得很重要吗 应该是可以 这样比较方便 官司雇了每个人都不愿意碰上 碰上了就得面对 但以法福基金会的服务对象 也并不是照单全收 仍有其特定对象 法律辅助基金会的服务 是针对弱势的族群 并不是所有的人 他只要需要法律服务的时候 全部都来接受这种免费的服务 法律辅助基金会 绝对不是要保障规法的权利 没打过官司 真的不能体会打官司的痛 一趟官司往往耗时 又要负担庞大的律师费用 法福基金会提供更便捷的视讯 咨询服务 期望可以让需要的人 获得真正的帮助 记者福鲁卡扎弗亚 台东海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